关心七合一选举消息 明年台中市长选举 蓝绿人选都没有出炉 但又有新民调出炉 指出 如果由民进党的林家龙 对战寻求连任的胡志强 林家龙将领先六个百分点 对此胡志强低调回应 他说 自己只关心总预算的数字 能不能通过 而不是选举 这一届市长任期 最后一次主持元旦升旗记者会 胡志强竖起大拇指 强调台中第一 只是最新平面媒体的民调 好在第一名的却不是他 调查发现 林家龙获得42%的市民支持 胡志强只有36% 双方差距来到6个百分点 而不止这份民调 就连先前两份民调 林家龙都分别以4成8和3成2的支持度 各领先胡志强6到7个百分点 作为一个市长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市政 而不是选举 今天在我心中最重要的数字 是总预算能不能顺利通过 而不是民调 民调中也看见 胡志强拥有现任行政优势 但却有4成希望胡志强能连任 1成2没有意见 而对于民调持续领先 地位林家龙则强调自己卷卷积金 但给我很大的信心 因为在台中的10年 我就是一步一脚印走在基层握每一双的手 经过时间的历练 台中人也认同我 我想我会来带领台中的一个改变 胡志强在台中市已经执政12年 中期执政似乎也成为最大连任包袱 从最近几份民调出炉 让胡志强不敢掉以轻心 新唐亚特电视综合报道